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圣徒在向神祷告时 提到自己的虔诚正直 并非仗着自己的义 乃是见证自己属于神 按照神的圣约应许 祈求神显明他的怜悯拯救他们 当他们在神面前将自己与仇敌做比较 求神的恩守救他们脱离仇敌的罪孽时 他们经常这样向神祷告 难怪他们在这比较中 陈述自己的正直与诚实 以显明他们的求告是公正的 希望借此请求神紧速帮助他们 敬虔的人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借此证明他在恩典之约的应许里有份 因为神应许安慰和托住真敬拜他之人 总之 我们并非想将此恩福的确具 从敬虔之人的心里夺去 乃是确认 他祷告蒙应允的确具 完全是依靠神的恩慈 与他个人的功德完全无关 祷告的第四个原则是 虽然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 这是真实的谦卑 我们应当被激励来祷告 确实地盼望神必吹听我们的祷告 这两件事看来似乎互相矛盾 认识我们的罪应得神的公义报应 又确实相信神悦纳我们 但是只要根据唯独神的恩慈 高举被自己恶行压倒的人的救恩真理 就会明白这两件事并无冲突 根据我们以上的教导 悔改和信心是密不可分的 虽然前者叫我们惧怕 而后者叫我们喜乐 但两者都必须在我们的祷告中 大卫简洁地表明此真理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诗篇五篇七节 在神的恩慈之下 使人有信心 但是同时也使人敬畏 不仅神的威严使我们敬畏他 我们自己的不义 也使我们深感不配 这除去我们一切的骄傲和自信 使我们敬畏 我们在此所说的确据 并非指我们的心得着 完美甜蜜的安息 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忧虑 因为如此的安息 是指万事如意 不为任何忧虑所沾染 不为任何欲望所攻击 也没有任何惧怕惊吓 在天上才会有这样的安息 但就圣徒在世上而言 最能刺激他们求告神的处境 就是他们因自己的需要而愁苦 心里受极大的不安所搅扰 甚至心里发昏 那时只有心靠神 求告他的圣名 就必得着及时的解救